如果一般民眾是不是還會記得早期的農經時期 有時候要不要吃飯吃的餚子 都會用濁湯做成煩仔泡 你如今的這種氣窟 經過改良成為坐電形成與檢舉環保的工具 剛才看見綜藝現衣廟 如何改良古早的煩仔泡 煩仔泡的使用非常簡單 只要在泡河裡面放上電腦 還有一堆水等幾廟後 可以用火來陰伯 而且威力集中 盡寒風圓 百貴公車 因為我們要放的時候 我們就是差不多這裡的速量就有了 差不多三四兩百的速量就有了 我們現在就要放在公地 水到達一頓了 差不多15秒至20秒的時間 我們會去點一下就有了 經濟現衣廟表示 早期用鐵仔做成煩仔泡 是用來關節外 但是因為鐵公不黏在長期來使用 所以改做鐵仔 跟鄉真有傳播意識 廟會所有用到很多頭 因此才會將煩仔泡 改做贏身的勒泡 是用鐵公做的 鐵公他的孫子會越高 他說兩次三次來打沒打掉了 就關我們這個農村門 他的膠子和水垢的來測勝 對 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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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龍這麼大 過去我們就把它提供 提供來說它長得比較久 是 公佣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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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現在用來 變成要做 鴨神社會這個 我們這個零神門的勒泡 就是因為 人家外國的貴賓 緣秀教育的人 也是用零神門 我們就做一個零神門 我們的零神門 我們本身就比我們人名更大 所以我們鴨神就用零神門 廟風又將勒泡正常連 方便耍燈 隨時它做環保 非常特地吉他廟屋來學習 伊蘭修記者廟屋來學習 柴翔報道